跑步當中到後段很容易出現 你會開始覺得口渴 開始覺得累 但累的這種感覺 真的是因為你真的肌肉沒力 身體太喘導致了嗎 所以在跑步當中到後段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會吃一些補給品 來幫助你在身體做吸收之後 重新產生你前進的動力 讓你身體有重新充滿力氣的感覺 繼續完成接下來的比賽 所以在這個當下 你一定要去做一些補給品的補充 舉例來講前陣子我去參加一場 日本的娜巴馬拉松 在我跑到20幾公里30公里的時候 我身體真的已經開始受不了了 但受不了的情況 並不是我腳可以覺得痠痛 或是身體可以覺得很喘 而是當下我已經覺得 絲滑弱破 跑到肚子餓 好想吃東西 重點是水戰裡面都只有水 所以我在當下跑步到後段 已經開始覺得沒力的時候 我開始去拿路邊的可樂起來喝 喝完可樂之後 身體會瞬間覺得 天堂 你的大腦就會產生錯覺 你現在是很快樂的 你喝到含糖的飲料 你喝到冰的飲料 對你來講 重新恢復體力 可以繼續再堅持個3到5分鐘 跑到後段的時候 除了你的心肺耐力很重要之外 欺騙你的頭腦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 所以在這個當下 你要怎麼攜帶 在跑步當中好攜帶的東西 又可以達到 欺騙大腦的效果呢 這時候你不妨可以參考 帶一顆眼釘在比賽當中做使用 當你跑到開始覺得沒力 開始覺得很累的時候 吃一顆眼釘 或許可以重新得到前進的力氣喔 但市售的眼釘呢 普遍都有 太鹹 太甜 或者是要溶解速度不夠快的這些情況產生 那當你在跑步當下 如果這個溶解速度不夠快的話 很容易導致你 吃了 還要一直含著它邊跑步 這個時候越喘 還要含糖果 其實是很累 所以通常 我在找補給品的時候 我一定會找好吸收 融解快 重點是它的成分 對我的身體是非常有幫助的產品 在比賽當中 才有辦法直接來做使用 那通常鹽釘當中呢 油海還有鈉跟礦物質 這個時候呢 對於你的電解質補充就非常重要 當有這些電解質的補充之後 你在比賽當中 也可以避免有一些抽筋的情況產生 也會加入少許的檸檬酸 那檸檬酸要幹嘛呢 這個時候可以提高你能量轉化的效率 當這樣效率變好之後 它也可以加速你的ATP循環喔 那這種情況 都會對於你跑步當下 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記得 你在跑步當中到後段 身體開始感覺累 開始覺得喘 有時候不一定是肌肉太疲勞 或者是身體心非難 已經撐不住了 或許是這個時候 你需要一些能量的補給 那就今天簡單分享給大家 希望你們可以在比賽到後段 訓練到後段 開始覺得累的時候 不妨試試看 加入一些補給品的使用 或許對你有幫助喔 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是什麼 收吸噴水 擊補速快 好唷唸煩的 入口即化 快速補給水分吸收 葡萄糖不是鹽定 它比鹽定更好被人體吸收 它只有在舌頭底下 就可以吸收進去 以肝糖的方式儲存在肌肉當中 當你肌肉需要肝糖的時候 它可以瞬間提供加滿燃料的感覺 馬上可以提供你更多的能量 提高你的能量轉緩 葡萄糖就是你在運動當中 身體所最需要的營養素 超小顆 隨身攜帶超方便 去練習啦 全身攜帶 提高 水分 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